追焦合到七星那,他放一个点出来 11点圈,FG,FG FG在这里是有击倒了 是,龙死哥刚刚是一个人踩到这个位置的 GAX虽然动得比较慢 但你们南部放空的面积也会比较大 站得比较开,这边的话 正然是直接被连打逮捕 GX合得有点 太慢了,我说实话 SR刚才位置很远 他第一时间贴车过来也需要一点时间 万一真的是有队友抱团过来 我真的没办法防守 再看另外一边要北坡,这是北坡 典型的USG 在一阶段喜欢搞事情 但是现在遇到了Pero Pero这个遭遇战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小索亲自操刀Groda 哎,拆爆了 嗯 直接带走,这样一来的话,Pero爽提四分 AZ还能救吗 可以按吧,附近没人 没人 对 是的 Foam好像也是要绕男的节奏 天霸这里在Po MG就是第二波,第二波扎点 第二波就没有第一波运气那么好的 你看这种 跟天霸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设 MG MG起身要走 这怎么可能给你机会呢 可是两个队的满长线 只剩最后一人 我刚才看灵树的被弹也只有二三十发 就是说 天霸的被弹人均都是 二三十发 也会拉 就是 南白之间的两个人过来支援 然后天霸是从圈外打的圈内的GX GX 这个方向本身就是阻挡了天霸的进行 毁过来的不一定Pero有这个信息 AZ被发现了 AZ被先点出来 对于Pero来讲 他唯一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是毕竟 灰灰跟小羊 他是先吃蓝圈的 天霸在击倒了之后 直接开车贴到坡下 FGX从另一个方向 其实一直在抽 但是有一些角度 不太好抽的 那另外一边的话 可以看到Pero 这里也已经有击倒了 他击倒了两个人 嗯 关键是AZ那边打赢了 AZ如果没倒的话 他可以一直提供 后点的一个火力援护 是的 他也同时可以限制住 小灰和小羊的一个走位 嗯 而对现在GX来讲 他的队友是没有办法服的 对于Pero来讲 就是说 如果能换到分数 结果是可以接受 他已经说过了 好 看来是能够拿下 哎 但是 进点的时候 是被Danawa从演出抽倒了 要喝了喝了喝 他选了南部一点 因为北部确实压力太大 北部有 差不多五个队 你如果要 要把巨幅加上的话 大概有五个队呢 对 他应该是把教堂放掉 会比较合理 是的 教堂那个 这应该好轻吧 就看能不能换掉了 这应该好轻吧 看来这个走位 比较难 IC啊 想定一换分数 就漏风了 他居然没有一梭子补掉 好有 很有梦想 是的 实现这一点 如果 就是以带 比较小的代价 能够吃掉经济的话 这一把其实FUYA 在对 后续空间非常大 哎呦 17的加好像 17加被KTF直接抢了 嗯 哎 但KTF路上掉了 一步来了 找到了 有可能会来啊 分爆 哎 右边看得到 实际收的出枪 这里配合不错 连续放到两人 小北这里倒了 被LUS直接补掉 一换一 对 但KTF只剩一个人 只剩两个人 两个两个 他本来路上就掉了一个人 但是这里素酒又倒了 小鬼想把这个教堂里的人拔掉 嗯 这样一来的话 Pero有机会啊 Pero跟Danama有可能会先碰到 说是马上要遭遇了 没看到 那边被打了一个 这个太伤了 嗯 所以我是半路遭遇的 外面打外面 确实多了很多 但是有点不太理智 这个时候 这个才是等不了的 打Nama是不可能再等了 哦 Legos被放的 那是一打二 直接补掉 嗯 二打一吧 直播 谁说 操作 三级甲 能不能创造奇迹 谁说这个时候 看到远处有个把 4M是 每一个圈刷新 他都不在圈里 他都要动一步 所以越动眼体越差 那个时候真的 没有太大的动作 他就是只能够说 被迫反打 你来攻我 我就只能打你 然后你不攻我的话 我一点脾气也没有 我也干不了什么其他的事 没招了 哎呦 这个圈是真难进 KDF 其实也不好听 他换一个 先换一个 可以啊 10周 还是被明明收到 end end 这个分数拿到 是 我可以说4M 基本上是没有吃到一个圈 真的 这阶路好像也差不多 是的 他来南部 还是靠自己的运营 运营过 还可以暂时再活到阶段6以后 但是接下来 我觉得这难进了 还是要打硬仗才可以 是啊 那还是那个问题啊 就是 这个圈刷走之后 这件事你可能会稍微 好做一点 现在其他队伍 我看天霸在通 这几个位置 哎呀倒两个 是的 这是方案的一次机会吧 我觉得 应该要找得分的机会了 来了 哎呀但是这个过点 因为车已经动不了了 所以我们看到 被抽吧 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起伏烟了吧 没了 所以他刚才在这个地方 已经拖了很久 又又上个圈可能来做 可能会好一点 这边要出北部的天霸 啊天霸现在也是被夹击了 现在来的话 没了 天霸这把 拿到三个淘汰 妈 没没看清啊 没太注意 五个淘汰 我看到五个淘汰 哎又转了 又转成三个了 这是吃鸡 他那个字幕 对对对对 他那个字幕非常的不清楚啊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可能大概看一下 这些近点了啊 TY直接 来攻天露 应该是有击倒 然后直接攻过来的 是的 局势上来说 天露有点难以防守 人数不多了 好像只有匆匆 这里可以有战斗力 是的 天露是想要去顶到V7这个位置 结果被FY加了 这个防区说实话很难守啊 就是他扔雷的角度特别好找 而你想躲的这个角度就不好找了 第一波 你接车如果接的好了 你就有的打 没接住的话 被贴到脸上就 很难 TBR又去进攻真纪 我这可雷 一倒一补 真纪重创 这龙龙拳还在呢 换换到了一分排名分 是的 他面前一打一 其实还有一丢丢机会吧 换点分 诶 远处有很多强线在骚扰 诶 远处有很多强线在骚扰 IQI 竞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天露还有人 是 哦 这边这个雷好像有可能能得分 这换到一些分数 CC108将老局的分数拿下 哦 最后还是被龙四端斩于马上 FTA这场比赛拿到六个淘汰 是 那这样 这几个队伍一打 那也意味着 Yu Happy 那个地方是完全没人撞的 这把感觉Yu Happy 已经吃鸡了 机会很大 威琪 被打掉一个 然后GBL从北部对威琪发难 那威琪被加了 这个威琪 这个房区还有一个小小度 其实是可以呆的 那威琪是会去装备呀 包括他这个还有一个大小鞋 男女没过来 哎 是的 第二个 啊 这个车没接住 主要是换子弹那一下子弹打没了 队友这样的处 就灯哥那个地方补不到就没就还哎呀 呃 与此同时北边的战场也开始了 Nu Happy直接 以多打扫先清厕所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就是你大牛蛙 哎呀 被捕了 被摁捕了一个 对方是趴在厕所的烟里面 还有 他还在 还没搞地 明明一直在找这个人 左找右找没找到 无脑提前枪 对 对这个人呢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Rex 孩子 他上车了 他上车了 他会吓死了 服了 他一定会混死一个 还好 还好就是三个人编制还行吧 没有损失太多人 是的 是的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FGN那边还有的打呢 哎呀这个位置 哦拦捕了 是的 是的 这样的话是三打二 嗯 PCL会是决赛 那也是包吃一鸡 恭喜Nu Happy 五沙吃了一个小鸡 这个局势 其实打得好快 我们说 那个时候南北 你战场 小鸡 我给你帮你帮我 我给你帮我